近日,由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主办的市民艺术业校广受关注 舞蹈、戏曲、飞移等十二门丰富多样的课程 报名时在60秒内就被抢光 一时间,社区业校也成为了年轻人热衷的去处 10月9日晚19点半 在位于徐汇区古一路125号的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内 中国舞、小提琴、手语、桥牌、手蝶体验班 市民艺术业校总校的各项课程正在火热开展中 走进深月课堂 记者看到有不少学员正在接受老师的练身指导 95后的桂萧山就是其中一员 通过深月提高班的学习 他也变得更自信了 我觉得业校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然后跟我们就是在工作之余 还有时间的一个年轻人来学习一些 艺术方面的课程提高自己的艺术情操 我觉得自己的比如说深月这个班 这个深月的水平还是有所提高的 然后第二点 我觉得主要是激发了自己的一个兴趣 然后越来越有自信了 据了解 市民艺术业校在2023年 共推出春秋两季培训课程 秋季班以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为总校 联动设立25个分校和117个教学点 共计143个点位 开设382门课程 招收学员与9000人 谈及市民艺术业校火爆背后的原因 项目总联络人杨灵芝认为 这与工艺的价格以及优质的诗资的相结合 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我们的这个价格是比较供应性的 那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的课程 入门级的课程是500块钱12次 提高课程是800块钱12次 包括我们现在还开设了线上的直播课程 那么是300元12次 但是我们的这个师资的力量是比较优质的 我们与专业的院团院校 然后社会专业机构进行合作 然后来填充我们的这种 这个业校的这个十字库 拿市民艺术业校总校秋季班举例 此次线下共开设38门课程 线上5门课程 其中还为出入职场的年轻人 新开设了PPT制作和商务礼仪这两门课程 让出入职场的年轻人能够更快的适应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 新增的一门颇受年轻人洗压的课程 是中国经典人物Q版娃娃之作 当晚授课老师陈秀凤带来的作品原型 正是《白蛇传》中的百素珍一绝 市民艺术业校的开设 将上海丰富的都市资源 转化为可谓市民群众所用的美誉资源 而为了回应市民的新需求和新向往 市民艺术业校在课程设置上也不断上心 希望实现市民兴趣爱好与授课内容的双向奔赴